周三,2022年1月6日 佐科維多多總統在東魯沙登加拉省恩德市的潘查西拉廣場 主持了2022年潘查西拉誕辰紀念儀式 潘查西拉是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基礎 此次潘查西拉誕辰紀念活動是首次在雅加達潘查西拉大廈外舉行 佐科維總統是繼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第一任總統蘇加諾 之後第二位訪問恩德設政區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總統 總統隨後前往武邦加瓦尼市場 為售益社區以及市場和街頭小販提供了一些社會援助 社會救助移交後 校長前往東魯沙登加拉省恩加達縣參觀陶雷托哥足校區 Yoko Widodo總統或是Riona Yoko Widodo夫人 環秋空觀看了東魯沙登加拉省東崇巴的賽馬 賽馬是東崇巴人的傳統遺產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編集中文字幕提供 在於是 많이先進行參加大這代表 新 combinational E理vor Group 2022 Formula E電動賽車賽10 Cheren 已經5成9個系列賽 第一次開時 最新的士將在印度尼西亞舉行的瓦加達EREE 瓦加達EREE或F Montage eAK chunky剛剛於週六 2022年4月6日 下午在北瓦加達Nkoijn cha de瓦加達國際Eك去賽道完成 Jaguar TCS Racing车队赛车手Mitch Evans成为2022年Formula in Agata比赛的获胜者 米奇、Diamond C现在是第一个在JIEC击败电动方程式电动汽车比赛的车手 对于米奇、Diamond C来说 这是他在2021-2022年电动方程式世界錶标赛上的第三场胜利 Mitch Evans击败了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的Generic Vernier,Dias Tachita,和Edwardo Motera,R.O.K.T. Venturi Racing 雅加达地铁警察局周二 2022年7月6日在南榜地区逮捕了Kilafetal穆斯林组织的最高领导人Abduqadir Hassan-Bareha 警方在东瓦加达卡旺地区调查了一群自称为Kilafetal Muslimin的驾车者的车队后逮捕了这些人 除了在东瓦加达举行护航外,护航行动也在中爪哇、西爪哇之马希和东爪哇市水的布雷贝斯地区开展 该集团成立于1997年,目前还不是发人实体 根据国家反恐局的记录,Kilafetal Muslimin的领导人士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国的前成员,是恐怖主义案件的前罪犯 他已在拘留中复刑两期,第一,1979年1月,因与恐怖战争有关,被拘留3年 随后,他有因与1985年初冬爪哇和婆罗佛图爆炸案有关而被捕并被拘留13年 国家反恐局将Kilafetal Muslimin归类为激进组织以及HTI-Kisput-Tahir Indonesia,非常危险 一个在印度尼西亚具有哈里发意识形态的组织,Yuji-Jama-Islami-Jat-Jama-Ansherwood-Dollar 截至2022年11月6日,新城地区警察局以逮捕并指明4名高级Kilafetal Muslimin为来自印度尼西亚三个地点的嫌疑人,即班达南榜,面 西爪哇省省长Ridwan-Karmo的儿子Emeral Conmentads,Geralt的尸体于当地时间周三,2022年8月6日,6点50分被发现, 巴里尼的尸体在瑞士,巴里尼的恩格哈尔德大坝被发现 众所周知,埃里尼于周四,2022年5月26日,被宣布失踪 巴里尼警方在官方声明中表示,发现的尸体是一名印度尼西亚公民 他于周四,2022年5月26日,在亚勒河地区发生事故 从进行的法医检查得知,尸体是一名印度尼西亚公民 自2022年5月26日星期四以来一直在亚勒省失踪 这名22岁的男子在河旅游泳时,遇到了紧急情况 他在这次事故中淹死了 自该男子失踪以来,已进行了密集搜索 许多紧急服务机构通过陆路和水路寻找失踪人员 除其他外,还使用了无人机、船隻、潜水员和警犬 带里尼的遗体于当地时间周六,2022年11月6日 早上从瑞士起飞后,于周日,2022年12月6日 抵达坦格朗Sankaran的苏加诺哈达机场 此外,遗体将于周一,2022年6月13日 从苏加诺哈达机场运往万龙安葬在家族墓地